這間有1,267呎 紙墓門 圓罐 也蠻長的 這邊可以放鞋櫃 做個廳櫃做下去 這裡有客廳 蠻漂亮的 這個廁所的用途就是 簡單梳了 放下一些東西 心情都會輕鬆一點 有一個很闊很長的廳 這個空間真的很大 還有用一個拖門 高櫃櫃其實也蠻長的 至於沙灘椅就應該放不到 但你可以用來浪衫 靠著這個護欄 看出去就蠻舒服的 紙墓 廳放的位置很鬆動 隨便你放 跑馬都可以 唯一一件事就是這裡 多了一個浴室 分隔了廳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但如果這不放浴室 我又想不到放什麼 我們看看我最喜歡的廚房 整個廚房就差很大 而且很奇力 最重要是它有三排窗 整個廚房就很明亮 而且工作桌面非常多 做起飯上來就很舒服 洗手槽 有伸縮的翠龍頭 又不明火 電池爐都有 焗爐 手櫃 全套加近來我的配置 當然不少這個漂亮的雪櫃 還有它下面這些層架都幫你做 儲物量夠多 洗耳機 唯一一樣東西要彈的 就是你買到1200多尺 它居然都不幫你配賣一部消毒的洗碗接機 這裡就是工人房 工人房放在廚房裡面是值得讚的 順著這裡進入就是三間房 我們看看第一間 這個就是半架窗 海景那邊就是角窗 這邊可以看到房間 最後一間就是大小小 也是角窗 不過還是多了一間東西 一間玻璃 這裡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就很大了 L型的角窗 最特色呢 這裡就多了一個 隔音玻璃 對你有沒有作用呢 應該有的 始終你要開窗 然後這裡用來隔音 很闊 走進去 就是主人浴室 主人浴室 這邊就有個淋浴監 角窗 這個東西其實很聰明 然後這個就是浸浴區 總體來說 整家的戶型都不錯 而且現在整個黃竹坑 看到海景的 都超過300萬元 而這個樓盤 其實不需要300萬元的尺 相對來說 是罷算的 這些口罩 你覺得發折色有沒有賣貴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拜拜